先把这个刷个油 然后把味道放进去 好的 那紫然粉辣椒粉要准备两份 郭初 你这里怎么会有这个 这么可爱的盒子 这是红酒 要用到吗 刚才王菊说 他希望在享受美味的同时 可以搭配点红酒 所以我准备了百事活有机小酒 搭配我这道菜味道更自然 好吃配好酒 厉害 可以了是吧 好嘞 我们今天借着这么好的一个露营的氛围 直接就在这野外就餐了行不 好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大厨登场 第一次在这种感觉 带着气球来的 真是浪漫 真浪漫啊 太浪漫了 先把气球摆上 好看 哇 这个是给各位美女的花 哇 我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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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代表了 我代表了 然后今天我们做的叫火炯 一切皆可火炯 就用火枪去烫它 这个呢是非常有特色的叫海长 哇 海长 海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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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腰片 没吃过 所以今天我要让它体验到最鲜的海鲜 现肠 火虫 海肠 大家自己在住户外的时候就可以就这样子抽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变化 而且它只烤完以后会在这个肠里 对啊 就在肠里面了 哇 这个好方便啊 全世界还没有味精出现的时候 中国人就会用海肠晒成肝 然后磨成粉来做调味 很鲜 所以海肠是最鲜的一种海鲜 而且我看郭大厨他是用这个红柳 是红柳串吗 是红柳汁 红柳汁串的 所以它会有香气出来 到新疆吃最好吃的烤羊肉串 都是红柳串 要不是用红柳 这样子觉得那个汤汁滴下来都觉得好可惜 嗯 哈哈哈哈 对 就觉得那个精华掉出来了 哎 是要出盘了吗 哇 哇 油亮油亮的 哇 嗯 这里面有汤汁 真的 我没吃过耶 就脆脆的 脆脆的 脆脆的 好香 好鲜甜 好鲜甜 好鲜甜的那个味道 哇 还想再来一口 哈哈哈 这个有 还吃啊 好吃 哈哈 我可以再吃一吃吗 都给我吃了 哈哈 然后现在开始搓牛肉 牛小白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 调一下味 放点自然 放点辣椒粉 然后就可以了 好香 哇 好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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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翻 如果通过我们节目的传播火灼 一定会未来成为一种露营的一种潮流 这是我想要得到的 谢谢 是是是 这个海长非常新鲜的 然后我刚刚吃的时候用那个苦皮芝麻 汤浇着那个海肠 还有那个牛肉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巨好吃 其实我之前还没有露营过 嗯 这是 可以的 看到了 哈哈哈 但是我是真的吃了很多很多 一大把 战利品 但是今天来这之后我就发现 即便我没有这个很漂亮的帐篷 但是我只要有三五好友 然后有一个这样可以简单 能够满足我们又便捷但又美味的露营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梦了 种了个草 接下来我想要去尝试这样去试一试 露营 对 忙碌的生活 我觉得能够跟家人跟朋友聚在一起 现在的我蛮珍惜这样子的时刻 所以有这样子露营的环境可以跟好朋友 可以跟家人聚在一起 真的是内心最放松最施压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野营的意义就是陶淹明的一句诗 叫做 《酒居繁荣里富得反自然》 就不应该有城市里面喧嚣的 带来的焦虑 任何的压力 然后就放肆地去野外玩一下 看到我们瓜大厨啊 还给我们特意准备了 闺蜜聚会聚餐的这个红酒 这是百世红红酒吗 你打开就一拧就能喝了 还是有机的葡萄酒 它的这个包装很可爱 方便拿 手感刚刚好 那些粉粉的颜色 女生一定会很喜欢 对啊 我觉得这个酒就喝起来 配上锅除了这个菜真的是很绝配 感觉会非常不一样 它特别适合我们闺蜜出去露营的时候喝 然后呢 现在也很流行 所以谢谢郭厨 来 干杯 我们的友谊干杯